继续要透过镜头带领前往的是 古山区的民族里内 来看看社区民众的努力成果 古山高中的退休教职员宿舍 原本在民族里内 是一个人人会嫌弃的环境脏乱死角 而在闲置之后 从98年开始 就由里长里民 甚至是市府的力量一块来进行营造 如今脏乱点摇身一变 成为人见人爱的社区休闲律底 小朋友开心的在公园内跑跑跳跳 郭一辉又开始玩游乐设施 这里是古山区民族里的多功能公园 它现在整齐干净 草地绿油油的模样 很难想象其实四年前 这里还是脏乱的旧校舍 未变成多功能公园之前 它是一个古山高中的会去宿舍 一大片两百多坪的话 住了三个人两户三个人 因为当初区长有感于这个地方 相当的脏乱 里面也反映说 这边真的不适合 要继续有这种建筑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区公所那边 就主动把它 经过程序之后把它拆除 民主里里长朱春木表示 民主里一直以来没有公园 98年时能有机会 任养旧校舍拆除后的空地 当作公园给小朋友玩 里内的居民都很兴奋 现在公园内还添加了生态池 儿童用沙坑等设施 免费提供大家使用 除了维护得来不易的公园 民主里里民更期盼 未来有机会能变更地幕 让这里成为真正的儿童休憩公园 给大家保留一个良好的休闲空间 港都新闻潘志光黄子倩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